馬桶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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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 快來 馬桶堵住了 馬桶堵住了 你是不是我的玩具 卡在裡面了 什麼玩具 你是不是又玩了什麼不該玩的東西 當代傳奇劇場宇宙風 已經具融合墨具 街舞與流行音樂等元素 透過5G科技 將真人演出與影像結合 呈現精神病患者 真實與虛構交織的世界 台北木偶劇團奧賽羅 改編自莎士比亞經典悲劇 由京劇老生周慈愛 與布袋戲青年主演 無聲節首度共演 藉由人偶同台 創作出多元的演出形式 2022戲曲夢工廠 推出六檔實驗作品 以新世代的戲曲與會 放膽玩出屬於自己的夢想宇宙 這齣戲呢我們邀請了這個明日和和製作所的黃鼎雲導演 跟我們一起製作 那麼其實在因為疫情期間 然後因為劇場關閉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考量到說 欸 那我們演員除了在舞台上進行實體的表演之外 我們能不能除了還有線上 我們能不能是實體跟線上同時進行的 那我們也知道台灣現在5G市場已經開起來了 那我們當在傳譯劇場呢 也在想辦法邁進5G異地共演的東西 那這個作品呢 其實呢我們是把它鎖定在說 我們想要探討有關於瘋狂以及不瘋狂這件事情 那這個定義當然非常的大 那只是說呢 戲曲演員有很多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有一句行話 就不瘋魔不成活嘛 對不對 那究竟什麼是瘋 還是他只是專注 他只是一種執著 就是一個人他對自己的行為的一種堅持也好 或是他背後有沒有更大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誰來判斷他瘋與不瘋 正常與不正常 我覺得這也是社會現象有很多的亂象的原因之一 就是誰來當這個判斷者 那我希望這個戲呢 可以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體驗 因為戲曲的這樣的沈浸式的互動呢 其實我們也還在找尋一個很好的方式 然後再加上有科技的加入 那我希望這個作品呢 他是希望是成功的 其實是非常害怕的 因為科技他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說如果他突然當掉 或者是影像消失 或者是他顛倒了 種種之類的 而且鏡頭他的表演跟舞台的鏡框 其實也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鏡頭的表演我們如何去表演 但是我們演員又在舞台上 所以我們變成是兩者要兼顧著 那其實科技呢 我覺得是雙面刃啦 對玩得好跟玩得不好其實反差很大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這次要跟 鼎韻導演合作的原因之一這樣子 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夢工場的舞台 我們可以找到跟跨界合作的一個機會這樣 我們這一次呢 最主要是要結合金劇和台灣的Bodehi 一起在台上演出 那這個故事呢 是我們自己把沙士比亞的奧塞羅 再重新改編 那經過歷史上真正的明代的一個故事 他轉化成一個明代的昆仑將軍 奧塞羅的故事 那最主要是我們希望要呈現這個奧塞羅 關於人性的部分 他的內在的部分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完全會用藕來 做他的心理層面 所以慈愛老師會演奧塞羅 是當下的奧塞羅 那在他腦海裡面所出現 他種種殺妻的過程 還有他的懊悔 還有他甜蜜的往事 種種還有小人 Iago對他的殘言 他全部都會是用我們台灣的布袋戲友來表現 所以不管在音樂上 還有在表演上 都是有很大的一個交融跟互相交流 那還有最主要 我們這次也還請到了一位裝置藝術家 丁產文先生 會為我們做一個全新當代的視覺效果 去展現出奧塞羅他所在的那個無名之地 我自由學習中原文化 漢胡相容乃大事所趨 何況 我長得像你 不是嗎 素乾面貌相似 可初始作風本就不同 自是以起衝突 我是會收斂性情的 六檔全新製作 匯集掌中戲 歌仔戲 金坤 樂劇等劇種 以戲曲元素作為創作基礎 鼓勵創作者進行大膽挑戰 尋找戲曲多元的可能性 戲曲夢功長 其實想到那個名字 其實就是很簡單 我們這個地方歡迎大家用戲曲的元素 大膽做夢 勇敢築夢 所以我們會鼓勵所有的創作 能夠運用戲曲的元素 以戲曲為核心去建構未來的想像 經過過去的四年 我們這個戲曲夢工廠其實已經有22檔 全新的一些編劇 那麼曲目等等 那這些其實都獲得很好的成績 有些進入我們傳譯金曲獎 那有一些還得到彈心獎 我一直覺得傳統的戲曲 其實在他的時代裡面都是當時的主流 那麼在這個現代來講 也許他已經經過紅油的催淋 他是變成了傳統 但是當他進到現代的時候 我反而也很鼓勵讓他有新的生命 所以我們的戲曲夢工廠會鼓勵所有的創作 以戲曲為中心的創作 那今年有六團進入了我們戲曲夢工廠的夥伴 那一起來為戲曲竹夢開創各種可能 那比如說現在我們的番材主持人所講的 有各種的劇種的元素容納在一起 其實演出的方式劇作的創作方式 我大概因為今年沒有策展人 所以我大概歸納了一些方式 有一些是屬於跨劇種的嘗試合作 例如2020剛成立這個不久的可樂體創制 他的琵琶語就是跟國光的陳美蘭老師一起合作 那麼來重新詮釋 招軍出塞 那可樂體其實他本來就做很多新的創作 嘗試新的可能 那另外一個就是李清照私人劇團 他所做的寶玉就是由陳宇安老師 加上南館的董西方老師一起來合作 讓大家看一下紅樓墓裡面的賈寶玉 重新再用不同的方式來詮釋 那另外剛才我跟三三藝術總監這邊 聊了蠻多是台北木偶劇團的奧塞羅 他就是由他們當代的青年主演吳申傑之外 他加上金劇的那個女的老師 周艾茨老師 那很特別 藕跟人怎麼融合 另外特別強調是如何把當代的視覺藝術 裝置藝術能夠在偶戲中發揮出他視覺的張力 融入劇情 這個我覺得我本身也很好奇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正在動印的馬 這個馬說老實話在我們戲曲裡面完全用想像 哪一個樣子開始想像馬長什麼樣 馬的脾氣 馬的什麼 那但是這次的正在動印的馬 他則是由李基文老師來編劇 然後以大唐的五馬來作為想像 那把金之眼社的台柱 這個施東林老師以及這個德國 以及這個傳藝金曲獎 最佳導演入園的這個劉冠良老師 一個演龍馬 一個演戲馬人 那如何透過新的創作來詮釋馬這件事情 除了這種跨劇種之外 還有就是把當代的議題納入戲曲演繹的討論 比如說演莫方的《技行變》 他就是由我們國光三個很棒的年輕演員 就林佳玲 林婷宇跟黃軍成 這三位年輕的老師一起跟這個演莫方這邊合作 那麼從戲曲加現代的劇場 從傳統如何融入這個現代 2022戲曲夢工廠將於11月19號到12月25號 連續六個週末在台灣戲曲中心多功能廳登場 六檔大膽創新的作品 要讓觀眾朋友看見不一樣的戲曲新世界 記者李奇惠 台北報導 好 幫我看一下各位的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